英國,經常去買菜時會發現英國食材與香港有很大分別 我想用一些地道食材來煮一些好吃的食物給家人吃 今次我會和大家分享忌廉湯 首先我會和大家高敷一下我們會用的材料 來到英國大家都知道 牛奶是很新鮮、很滑的 最重要是價錢很便宜 甚至比水便宜 喝牛奶分數種 最常見的就是 whole milk、全脂奶 還有same milk、skim milk 和skim milk 就是脫脂奶 還有麵粉 麵粉即是pink flour 就是低筋麵粉 可以用普通低筋麵粉 或者中筋麵粉都可以 第三樣就是雞湯 在香港一般都可以 在超市買到合裝的清雞湯 來到英國 大家未必可以找到 一模一樣的合裝清雞湯買 但都會有其他類似的產品 例如這個罐頭 Chicken Boat 可以用來做雞湯 另外它也有像香港一樣的 龍湯寶 大家都可以買這些 用來開雞湯用的 甚至乎 這裡也有一些 香港牌子的雞湯 如果這麼小 在超市市場 普通的超級市場 會買到 如果大家想買到大鞭 可能要到中超 不過我不建議大家 去中超買這些雞湯 原因是比較貴 其實英國也有些 本土出的類似產品 這是雞湯 我試過用它 用來做烏冬、意粉 或調味 即是煮菜 都可以用到 大家不妨考慮 改變一下 用本地的產品 第四樣 最基本的牛油 我都會用英國牌子牛油 最主要是 如果香港經常用的牌子 價錢都會比較貴 還有一件 就是霜 我今天用雙霜 用霜的原因 會令湯更滑 霜有很多種 有雙霜、雙霜 最大的分別就是濃度 如果大家找不到雙霜 用雙霜也可以 那份量用多一點就可以了 除了雙霜 還有一款叫 Wheeping Cream 那款通常用來打忌廉 用來做蛋糕 這款雙霜 也有寫明是用烏冬 稍後可以看看 洋蔥 洋蔥下去會比較香 令湯味較濃 如果大家來到英國 經常看到一些蘑菇 很便宜 和香港的菇味較重 還有就是煙肉 煙肉炒香後 味道會很濃郁 如果大家不喜歡煙肉 覺得肥 如果大家不喜歡煙肉 可以用雞肉去代替也可以 切牛油都有些技巧 例如這個是250克 我們今天用50克 所以大概是五份一 想準確一點的話 當然用磅 切的時候更容易處理 就是把它分開五格 方便便可以把牛油切開五格 然後大概用一格 切出來大概應該是50克 可以再磅一磅 完美了 50克 不用的就可以先包 留下一次用 麵粉50克 然後牛油也是50克 洋蔥基本上一個細小的都可以 大概是100克左右 如果很大的洋蔥 你便放一半 如果很小的可以放兩個 或者一個半都可以 這個也是策略都可以的 有些人說很不喜歡洋蔥味 便可以放少一點 然後便切它 有些人說 切洋蔥就會很冷眼 我也很怕切洋蔥時冷眼 有甚麼方法 就是切了頭尾後浸一浸水 洋蔥切了頭尾後浸一浸水 一會兒才切 它便不冷眼 蘑菇和煙肉都是策略的 我們今天預算的份量 是三至四人用的 英國有很多種菇類 我看它普通的白蘑菇和蘑菇 它都有啡色的 另外有些很大的 就是吃早餐經常都會吃到的 要多少呢 都是視乎你喜不喜歡吃 如果你喜歡吃的話 可以放多一點 我這次的尺寸大粒 我就放五粒 有些人會喜歡有咬口切片 如果你說不想 你可以切粒粒 切到很細粒去吃也可以 視乎你個人喜好 但如果切片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盡量切薄一點 為甚麼呢 因為薄一點 它會快軟一點 還有入味一點 它這個菇味也很重 不用切到很厚 味道也很濃 我會切一片片 我會切一片片 洋蔥我也是切粒的 你喜歡可以切小粒一點 有些人喜歡咬口多些 切大粒一點 在煮個忌廉湯的白汁之前 我會先炒一炒香 食材料 炒香洋蔥 用少許油炒一炒香 我們要先炒香洋蔥 大家常常煮菜 如果想洋蔥比較多 香味濃一點 記得要炒至有香味 然後放其他材料 讓洋蔥味可以散發出來 洋蔥開始軟身了 你又嗅到香味了 這時候就可以放煙肉 香港我們少吃煙肉 但我看到英國這邊 經常有煙肉賣 而且煙肉也很便宜 剛才我一包 他買兩包都是三磅 即十多元已經有一包 除了用來煮湯 有時我都會用來做其他菜 炒一下樽白 或者用來做三文治 煎來吃 做早餐 都很好吃 他們這裡的豬 比香港的豬 味道更好吃 有些豬肉味 有些人覺得它好像有少少壓味 或者鬚味 我鬚回去又覺得沒什麼 如果煙肉這樣炒香 就沒有什麼豬肉的臭味 我自己不太覺得 因為煙肉本身有鹹味 所以我不會加鹽 一會兒會煮湯 到時我們試湯真的不夠鹹味 我們先加 不要在這個時候加鹽 如果加了下去 就有機會令湯很鹹 如果煮雞肉就不同了 如果煮雞肉 就可以加少許鹽 加少許胡椒粉 味道更好 因為雞本身沒有鹹味 如果想湯有些味 可以加少許鹽 最後就可以加些菇 炒一下 這個厲害 它就會加少許鹹味 然後把牛油煮至四個 一會兒煮至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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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加少許鹹味 然後要加少許鹹味 所以就算它現在說 不太熟 也不重要 因為一會兒還會 在湯裡煮一煮 純粹是想炒了香味 牛油煮溶 今天用了50克牛油 是3至4人用的 牛油溶了就可以加麵粉 麵粉不要一次過加進去 可以分開2至3次 加的時候記得不要大火 因為很容易會焦 就可以慢慢攪拌 它會起粒粒 是正常的 加完後攪拌均勻 攪拌至見不到麵粉 牛奶我也是加400克 牛奶最主要是想味道較濃 如果有些人喜歡濃味的奶味 就可以加多些 例如可以加500克 那份量可以自己調較 我今天會加400克的牛奶 和400克的雞湯 然後是200克的忌廉 如果不想濃味 不想濃郁的味道 可以加100克的奶油 可以加多些牛奶 或者多些雞湯 都可以 這個份量很隨意 總之配合液體容量 大概是1000克 就可以了 下完牛奶 我就下雞湯 這個雞湯本身是有少少蘿蔔 即是有少少菜 都可以的 如果你完全不想有些菜 即是想清雞湯 你就可以自己用濃湯煲 去開一個雞湯 或者用雞粉也可以 你就下水 加雞粉 或者加一個濃湯煲 慢慢煮 就開始看到它已經很滑 可以在這個時候 調回慢火少少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那個忌廉湯已經很漂亮 而且因為它本身有些紅蘿蔔 顏色出來都會更漂亮 煮滾後 就可以加剛才炒香的洋蔥 還有蘑菇、煙肉 這樣 如果你想多些材料 就加多些材料 如果不想那麼多 就可以煮少些煙肉 但因為我小朋友 如果大家都知道 他比較肥 他很喜歡煙肉 他喜歡吃很多肉 所以我都會加多些 在湯裡 最後你就可以加少少雞粉 你可以加100ml 或者最多200ml 你可以看看情形 如果本身湯已經試過很濃 或者奶都很滑 你加少一些雞粉也可以 如果雞粉可以加多些 雞粉 因為我今天看到湯的忌廉 都很漂亮、很濃 如果太多忌廉 它就會很肥 我也不想 加一些忌廉 加忌廉 最主要原因是 令到湯更加滑 然後煮滾後 已經是成功了 再一次 再一次 都保留一下 再一次 再一次 一次 這次 要跟餡廉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